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先來回顧之前留下的一些作業 那我們教一些很值得一期的題目 比如說像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ABC是正三角形 那告訴你這段是3 然後這個60度 請問ABC的面積 那感覺好像給的數值很少 這一題就是比較不好切入 但是呢 在這裡跟大家說明一下 像這樣的問題 他其實是想要考什麼 我們以前如果大家還有記得的話 我們有一種題目是 就是 說有一個正方形或者是長方形 然後他在一條直線上面 這裡做高這裡做高 像這裡直角這裡直角這裡直角 我們說我們會說這一個跟 這一個是護余 然後這個腳又跟這個腳護余嗎 所以這兩個腳相等這兩個腳相等 那這個時候如果他是正方形的話 就AASA AASA這樣就全等 那如果他是長方形的話 就是至少AA相似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來看這裡 他這一題其實就是這樣 利用這裡是60度 利用這裡是60度 所以我們在這裡標 比如說 腳1腳2 然後這個腳A腳B 我們會發現 腳1加腳2是120 因為加60是180 對不對 那 然後因為這裡是 這裡也是60 對不對 所以這個腳 腳說叫腳3 這個腳叫 腳4 腳B是60度 腳A也是60度 這樣子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說 腳1加腳3加 60度是180 或者我們直接寫 腳1加腳3是120 因為然後腳2加 腳1也是120度 所以腳3等於腳2 好 那所以腳3等於腳2 然後同理我們可以知道 腳4等於腳1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 好 剛才有說嘛 如果我知道邊長有一樣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全等 那如果邊長沒有一樣 它是相似 也就是說 三角形AXY和三角形 A的話注意A是60度 然後AXY裡面是60 AX是尖的 所以我這裡要寫 B C X 那這樣子這兩個是 相似還是全等啊 就是我們不是有對應邊嗎 你看到對應邊有沒有等長嗎 因為我剛才其實也說這句話了 我說它如果 這個長度有一樣的話 它是正方形的話 它是全等的 所以你去比一下 這個腳3是大腳 大腳對過來這裡是AX 腳2也是大腳對過來是BC 顯然 因為ABC是正三角形 所以顯然BC比AX會長 所以他們兩個沒有全等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這裡呢 其實只有相似而已 好 那然後 怎麼辦 最後答案要回答什麼 他 他只是告訴我這段是3啊 對不對 那我要回答什麼 好 所以一樣 如果你前面有練習的 比較熟練的話 你第一個 你會想到 第二個就是說 你想到可能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願意去做 你不會回避它 什麼呢 好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 就是說 OK啊 我現在看不出來答案啊 設一個位置數嗎 對不對 你可以設邊長是AX 好 我們習慣上 你看我們上一堂課說 我們習慣上 到處都會發生 到處都會出現的東西是AX 所以其實設邊長是AX 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好 又另外一種習慣 我們會設小的東西是AX 就是 因為我們不喜歡減和除 所以我們喜歡塵和加 那都可以 都可以 比如說你可以設這裡 它這裡還有給一個4 它這裡還有給一個4 你可以設這裡為AX 你也可以設邊長為AX 好 設 三角形ABC 編長為AX 摺 你看我們有說 你設了AX之後 怎麼樣 盡量的把你摺 什麼是AX AX加多少 解AX減多少 什麼的 盡量把它寫出來 有助於你的思考 摺AX線段 其實是AX減4啊 對不對 所以這是AX 這AX減4 這AX減4 那你就會得到 4比AX 短邊比最長邊 短邊比最長邊 會等於3比AX減4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AX14 16 這樣可以嗎 就這一題 不簡單 但是應該會 學到這裡 我們這個前一集 前前一集也有講過這樣 就是說 你學到這裡了 像這樣子社會之術啊 確認相似型啊 筆啊 這些東西 不能說 我們剛學的時候 會跟你說 這個有點難 沒有錯 這個有點難 但是你不能說 一輩子就是覺得 這個有點難 那你數學就沒有在進步啊 學了就是要慢慢的 對於原本是 只是會 到後來就是 能夠熟練的使用的 來看這裡 有一個菱形 他告訴你 這個菱形 相似於這個菱形 然後跟你說 腳A60度 AB是6 那求 他問你這個 BDF BEDF的面積 那這樣要怎麼求呢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因為菱形是平行四邊形 菱形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說呢 菱形的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那這一題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個也是 一般人比較不容易想到 但是其實你圖形上看得出來 只是你沒有辦法確認 那如果學生他沒有確認 他就這麼做 我就會問他 什麼 哪一點呢 就是這個EF其實會在AC這條線上 EF會在AC這條線上 那我們要如何證明他呢 這是很值得問學生的問題 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這一題 如果你們手上有題目的話 這個菱形跟這個菱形相似 然後這個角60度 其實60度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是菱形 這也是菱形 它們相似 這樣子這個菱形的EF點就會在這個AC上面 這樣可以嗎 那為什麼 那這個證明其實並不難 就是說 我們的 我想要不要畫在這裡 我們如果是菱形的話 我們如果是菱形的話 他的對角線會有幾個特色 就是第一個 菱形也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他的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菱形的話呢 因為他 這個 零邊又相等 所以其他對角線不但互相平分 而且其實他的對角線會互相垂直平分 就是他是彼此的中垂線 然後會把腳也平分了 這樣子 平行四邊形的話 對角線不會平分角 這樣 甚至 對 不會平分角 那所以說 因為他是菱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EF在BD的中垂線上 然後因為AC 也在BD的中垂線上 所以EF和AC是貢獻的 這一點其實蠻重要的 在我們確認貢獻之後呢 那你就會發現 我們剛才有講到角平分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這個三角形 其實這裡是直角 雖然看起來有點不像 畫得有點不像 所以這裡其實是那個三十六十九十的三角形 可以嗎 那這裡其實也是三十六十九十的三角形 就是 假如說我把中間叫M的話 所以 三角形 B M F 其實會相似於三角形 A M B 這樣子 好 那這兩個 咳咳咳 走了 好 那這樣子 這兩個三角形 我們就可以去算 這個如果是六的話 這個如果是六的話 這個是三 所以 為 三十六十九 九十的三角形 那幾位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BM呢 其實是三 然後 BM是三的話 那其實 這個 這個三 這個是他的三 根號三分之一 所以他是根號三 所以 EF是 我們講 FM好了 FM是根號三 那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三層根號三 除二 再乘 四 對不對 好 所以是 三層根號三層 六根號三 所以 B B ED F 等於 六根號三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來看這一題 他要我們做出一個圓 這個圓會和直線L 切在 A這一點 然後半徑要有AB這麼長 那我們那個時候提醒過AB 並不是他的 直徑 就是B不是他圓上的一點 因為他要跟L相切 所以他不會有第二點在B上 所以有人假如拿AB 直接就畫一個圓 或者是拿他在這裡做中垂線什麼的 那都是不對的 那其實並不難 就是說 我們講到你如果有 圓 有切線 怎麼樣 就要取圓心 然後用半徑跟切線垂直 所以在這一集也是一樣 那這題我們是已經有切線沒有那個圓 所以我們還是要怎麼樣去尋找他的圓心 所以 首先呢 就是過A做 過A做 直線 M垂直 L 那因為這個步驟在這個階段來說 已經 就是 是前面交的了 所以我們假設 你能夠寫得出來 你尺規做圖的記號都有正確 所以我們就假設你是會做的了 所以你的尺規做圖記號 首先就是這樣 對不對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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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上 取AO AO AO1 AO2 取AO1 AO2 AO2 等於AB 那你會想說 我為什麼會取AO1 AO2 好 剛剛這個畫長 那就是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圓呢 會 我們這個 要做的圓其實會有兩個 一個是從上面切的 一個從下面切的 可以嗎 那你要這裡 在你這裡在做這個 取AO1 AO2 等於AB 你可以量一下 然後畫一下 你也可以選擇畫一個半圓 以A為圓心 畫一個半圓 交這條直線於 O2和O1 這兩點 那這樣這個半徑是不是就是 AB這麼長了 好 然後3 分別以O1 O2 為圓心 為圓心 AB線段為半徑 畫圓 錯兩圓 最後這四個字最重要 極為所求 沒有啦 他不是最重要 我們那個年代的 正名都寫習慣了 就是會有這個 極為所求 所以 這四個字 其實我好像畫太小了 但是算了 無數耶 OK上面那個比較標準一點 但是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就是這一題 那來看上面這個問題 齁 我這裡有一個圓 然後圓裡面有兩條旋 然後分別做了旋心句 還把終點連起來 好 他已經告訴你 腳A比腳B小了 好 然後要求這個 紅腳比藍腳大 這樣子的問題呢 要怎麼做呢 好 其實他呢 就是我們前面有學到那個 三角形裡面怎麼樣 大腳對大邊 這個就是 看你前面學的熟不熟啦 很多人就是第一步 不知道該如何去推論 三角形ABC中 因為腳A小於腳B 所以 CB線段會小於 CA線段 括號大腳對大邊 複習一下齁 大腳對大邊跟 這個 那個 樞紐定理有什麼不同 如果不知道有什麼不同的 自己回去看 好 好啦 一個是大腳對大邊 是在同一個三角形裡面 所以我定領是 我有兩個三角形 然後他的 這兩個 我有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的 兩邊是一樣長的 就這邊跟這邊一樣長 這邊跟這邊一樣長 這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個時候腳張得比較大的 那個三角形 他對面的這一邊 會比 張得比較小的大 就像那個圓規打開來 開月開就 那兩點中間就離越遠 半徑就越遠 記得啊 所以呢 好 這樣震出來了 這個旋比這個旋大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才剛學的部分 第二點 這個 這個 圓歐中 其實不需要選那麼多 你可以直接所以啦 那我故意把它拆成 就是不同部分 圓歐中選 C B 大於選 CA 所以 ON 小於OM C C 小於CA 所以 ON 大於OM 第三步 又再來一次 三角形 OM N 中 ON 大於OM 所以 角 OM N 大於 ON 大於 ON 大於 ON M 這樣可以嗎 正 完 的正 好 接下來看下面這一題 齁 在矩形ABCD裡面 A D的常數50 我在上面取了一個X 再用 然後把這個X連到 另外兩個頂點B跟C之後 在這個B跟C裡面去取一個 盡量取一個大一點的正方形 取出來 那取到最大的正方形 你會發現他的 就是頂點頂在這個 這兩條線上 如果他現在告訴你這個正方形的邊長是20 然後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是50了嘛 那他要問就是說 那 寬是多少 寬AB應該會是多少 才能夠在這個50的情況下 拉出這樣子做一個正方形可以取到有20這麼寬 那這個問題在考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對這一題 其實這一題還蠻愛出的 就是對於那個講義啊 考卷啊 那不難發現吧 就是你沒有一大堆平行線啊 深角形啊 他在問相識形嘛 平行線結比例線段 這樣子的問題嘛 所以說呢 這裡有一個相識形 有沒有看到 就是平行線嗎 這樣子 假如說這個是50 這個是50 這個是20 對不對 我這樣其實就已經比得很開了嘛 這個是50這個是20 所以這裡比這裡是2比5 所以這裡比這裡是 2比 XQ比QC是2比3 可以嗎 那你說要怎麼比 才會比到AB 那這一題呢 其實你要做一個輔助線 其實AB就是 這一段 可以嗎 過 過 X 做 XH垂直BC 於H點 我覺得H是垂足啦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們剛剛寫什麼 PQ PQ 比因為 PQ 比 C 等於20 比50 所以 XQ 比 CQ 等於2 比3 那 所以 我們就可以知道 QR 比上 XH 應該會是 XX 幾比幾 好 寫到這裡 幾比幾 按個暫停 回台詞 注意喔 他不是2喔 不是2比5喔 也不是2比3喔 這一段是3嘛 對不對 3比5 5 那QR是多少呢 QR其實 20 也是20啊 不是嗎 所以 XH 最後也是 2 3分之 100 這樣可以嗎 來看下面 這個問題 如果我想要畫一個圓歐 這個圓歐呢 AB都在圓歐上 而且與BC相切 哪一個作法 那這樣子的話 哪一條線會通過圓心歐 那透過剛才的練習 我們可以知道怎麼樣 我們 如果你真的要去畫的話 你應該要捕捉什麼 既然 會跟BC相切嘛 所以呢 怎麼樣 他會在 過B點 做BC的垂線 你 你的圓心會在這上面 然後 在這上面 你要去找到 A 跟B 都在這上面的點 那A跟B 都在這上面的點 會怎麼樣 好 圓心在 第一 B 做 BC垂線 我們叫M好 圓心會在這個直線M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好 A B 兩點都在這個圓上 所以我們剛才是用那個 我們剛是講說半徑剛好等於AB 所以我們用他當圓 用他當 就是 一點 然後去取那個圓心出來 那現在不是喔 現在是AB都在這個圓上 AB都在這個圓上 注意 AB都在圓上 我們寫在這裡好 AB在圓上 就代表著 AB線段是旋 就代表著什麼 圓心在 AB線段之中水線上 對不對 圓心在旋心句上面嘛 圓心句就是那個旋的中水線 或者是你會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說 這兩點在圓上 所以他們兩點到圓心等距離 所以圓心在AB的中水線上 這麼說也可以 那麼總而言之呢 他的這個 如果我們要畫的話 他其實沒有要我們畫 那如果我們要畫的話呢 其實是 這樣 可以嗎 那這個角AB的角平分線不是 過B點與BC垂線是 BC中垂線是 這樣 BBC中垂線不是 AB中垂線才是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其實是選 C 可以嗎 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齁